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可以灌肠 而且又脱肛 那我们的灌肠的目的不是要青树变 青肠道啊 东树变 这个不是这样 我们的灌肠目的把姜灌进去 就是要让热源直达患处体伤 那很明显它有时候会脱肛又有痔疮 那会掉下来表示里面的热源也不够 一定有热能不足的问题 还有体伤的问题 那绝对可以灌 也就是这时候灌肠是蛮适合的时机 好 那灌肠有分就是姜汤 融姜汤灌肠 还有姜粉 姜粉泥 那应该如何选用 因为它这里有说它的痔疮导致出血 一般我们前面刚好有讲过 也就是如果有创口的话 最好就是以姜汤为主 姜汤去清洗 那灌肠也可以考虑适用姜汤 那如果没有出血只是痔疮 也许表层也没有破掉 也没有出血 那甚至肛门痒这些 那如果这样甚至涂个姜粉 因为它是在肛门口嘛 也没有在里面 那只是在肛门口的一个痔疮 你就可以涂姜粉就可以了 好 我回答到这里